大家好,欢迎回到广东话军事频道NHK,我们的节目主持人Larry 今天想和大家谈谈一个AIRSHOW,在佛罗里达州那边 这个叫做劳德代尔,这个航空展 今天展开我的看相模式,和大家看看AIRSHOW的情况 当然,AIRSHOW本身已经很久了,由1995年开始 他在佛罗里达州的长滩里做的表演 也相当有娱乐性,大家数一数,都过了20年历史 由1995年开始 当中有一些民航机和军机做出一些表演 主要有一些DEMO TEAM,即是一些飞行表演队 做出一些表演 这个长滩吸引到很多游客在上面看 正路会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第一个周末做 大家知道今年有武汉肺炎,所以一路压后了表演 一路都认为可能会被cancel 一路都是to be confirmed那种状态 until,终于到最后,决定在11月22日 11月23日进行这次航空表演 说起来,由1995年开始首届,也不是一帆封信 去到2002,2012,2007 那时候因为他们的赞助,麦当劳 不再赞助了 于是2007年,那一年被cancel 找不到sponsor 及后,他们终于去到2012年左右 找到新的sponsor 就可以再次展开这么精彩的空中表演 其实特色都有的,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表演队 包括一个巴西空军表演队 另一个加拿大和家空军snowbird 也是出名的 另外,亦有不同的表演机队 例如你见蓝天使,有来过的 Thunderbird,雷鸟,是常客 另外,连降散的团队 包括美国的海军跳蛙 都是经常表演的 黄金骑士也有过来,发觉挺有趣的 另外,有些都常见的战机 例如FA-18E、FA-18F 即我们的超级大黄蜂 另外,就是Raptor 即我们的F22 都会来的 其中,它在2007年时 来表演的一次都挺印象深刻的 所以你可以见到 基本上,你可以数得出的表演队 都有来过的 所以这个都算是一个挺精彩的表演 当然,它第一年,2012年 它复飞之后 那一年都有几多精彩的表演 例如,海帕特击队 当中有个跳伞队 另外,就是FA-18大黄蜂 海帕特击队有两个表演 空军有F-16的Thunderbird 另外,就是B-1 即当时我们的Lancer 即B-1的飞机表现 当年都挺精彩的 其实,Thunderbird 差不多每年都有做 不过,它们2014、2015年 两年就禁止了 及后,你见到终于来到去年 2019年 有Blue Angel 蓝天使 大家知道蓝天使 其实近期都有一个改动 就是,它们来到 这个大黄蜂 A型、B型、C型和D型 来到就不用了 Blue Angel 来到会以重型少少的 赤穀大黄蜂 即是E和F 会来到会亮相 加入了蓝天使的队伍 接下来就是一个重型机 即是中型至重型 或者这么说 这个机会比以往的重型 会参加蓝天使的表演 所以今年,你看看 特别在,今年是一个云片 包括A-10、F-16、F-22、F-35 他们的示范队 即是飞行表演队 还有C-17 也会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挺有趣的 A-10也很久没有来的了 A-10 对上那次 即是十几年前 2003年 即是香港沙士那年 A-10有来过 卢德代尔堡 即是海滩 进行这个表演 如果2021年 无线无缸 又会变化了夏天 应该 你预计 第一个星期 即是母亲节前 看他如何安排 第一个星期 真的是母亲节 算回应该是母亲节 可能是母亲节的时候 便会看到这个表现的情况 我们也是展开这个看相模式 也不会说太废话 给大家看看照片 你见到今年 比较特别 会有F-22 A-10 F-16 F-35 这几部机 都很难在战场中 结合它在一起 F-22和F-35 是五代机 F-16 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四代机 另外 A-10 这种地面的攻击机 理对上 用速度去计算 应该 飞得最快 就是F-22和F-16 飞得最慢 是Supposed A-10 但是大家都不要看少A-10 其实它都可以做到 超音速 你们平时看到 那种突破音障 那一刻的音场 那个样子 其实A-10都有 我们有些相片 给大家看看 A-10都可以突破到这个位置 不会常常有 非常有趣 你看到四种不同的战斗状况 例如F-22 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基本上是抢空优 它都可以有一定的地面攻击能力 但是你看到 它的样子 是空战很英俊 很简洁的 线条的样子 另外 F-35 混合了 有地面攻击的作用 也是一个空中平台 做一个空中的指挥 空中的中计 F-35 在现代战机来说 差不多是一个无敌的王者 另外一架 大家看到F-16 当然 比刚才那两架 五代自己差一截 但是 现在换装了新的F-16V 也一定提升了战斗力 所以你又不能说 现在F-16 落后得太厉害 也是和第五代有代差 还有A-10 三文卿之外 一枝炮 附送飞机 在天空飞行的炮 这枝炮当然的威力非常好 我们上次也有说过 说了一句很硬正的东西 上面两个车 我们说了两个引擎 真的被人打了一个 还有另一个 捱得回基地 这些都不是小见的了 所以都不用特意说 大家其实都耳熟能长的了 所以 就是这个 看相模式 希望大家今次喜欢 我们陆陆陆续续 有些新系列会尝试一下 历史系列是其中一个 我们现在在筹备一个系列 就叫做历史对决 历史对决的意思 其实不一定在历史上出现 而是如果他们真的是真人对决 究竟会产生什么情况 通常我们说 可能是军艦的对决 军机的对决 甚至乎可能是 讲最激手和最激手的对决 等等 大家想看什么的对决 记得就跟我们说一声 我们现在在凑备 期望尽快出第一集的情况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这些 就是百佳 就对维康 曼玲 就做了神使 类似这些东西 我们都会做过假设 当然理论上 从来都没对过那些 是令人最心酿酿的 例如有朋友经常问我 可以说说F15和F27 没得说的 F15赢的 F17是针对F15的设计 我们都可以说一下 其实中间的差距在哪里 或者有些朋友想看 F1510C和F16V 这些战斗 这些都可以说的 大家记得下面留言 我们就会知道 你想想的状况 票多的我们会先做 另外大家多看广告 就帮忙 我们的台实太小了 都是难经营 所以大家帮帮忙 分享出去 让多些人认识 我们现在的订阅数 都是極極的 年底去到3万人 就有点难的 但也想试试冲一下 所以大家真的要帮帮忙 现在到了11月 即是非常美的情况 过多个月 其实都差不多 就进入下一年的情况 所以大家多多帮忙 支持香港 支持广东话 我们在下一节 再和大家继续分析 我们主持Larry 拜拜